々民視頻紀錄 現在透過工作坊的記憶傳承 越來越多人可以接觸到 獨一無二的香蕉絲編織文化 另外 這一屆的《人道奉獻獎》的得主 是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南洋台灣姐妹會 姐妹会成立二十年来 除了为我们新住民和移工朋友争取权益 也持续地以多元媒介 让大众更认识我们新住民的文化 这次的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相信未来姐妹会将持续地协助我们新住民朋友 在各领域发光发热 这届获得青年创意奖的张徐展先生 不仅传承了纸扎记忆 更透过创新创作出动画艺术 张徐展以家传世代的工艺为养分 蜕变出新的创作能量 让在国内外多次获大奖 不但走向世界感动了不同国家的观众 更让人看到艺术的无限 可能性